洛杉矶县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占全加州总死亡人数一半有多 洛杉矶县14日公布新冠确诊病例增加925例 死亡新增51例 洛杉卫生局局长巴巴拉费雷尔指出 洛杉1709名死者中超过一半及865名死者都居住在医疗护理中心 因此洛杉公共卫生局将竭尽全力 确保每所护理中心设施都尽可能安全 他补充说洛杉官员将对县内的每个护理机构进行新一轮的检查 以确保他们符合感染控制协议 根据洛杉卫生局公布的护理中心感染名单 在华人人口密集的城市亦有多个护理中心中招 最严重的包括South Pasadena的South Pasadena Care Center 29名护理人员及78名居民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15人死亡 Temple City的Santa Anita Convelson Hospital 也有19名工作人员及47名居民确诊 其中13人死亡 而Alhambra, St. Gabriel, Rosemid及Almonte的多个护理中心 也有护理人员及居民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几乎所有护理中心都在封闭的状态 家人无法进入探望自己的亲人 如果想了解洛杉护理中心疫情情况 可以上网查询 除此之外 随着越来越多儿童感染新冠病毒 专家发现这个群体感染后的症状与成人不同 或会出现罕见的多系统炎针综合症 在于我们早前对新冠的认知 儿童不容易感染截然不同 从4月下旬开始 欧美多国的上百名儿童被发现患有一种炎性综合症 其中部分儿童患者的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 根据纽约州州长日前表示 该州已有至少102名儿童患上这种不明原因的炎性综合症 其中3名儿童死亡 据CNN5月14日报导 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中正监护专家 杰弗利·伯恩斯医生表示 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会患上多系统炎针综合症 这种疾病并非由病毒直接引起 是由患者的过度免疫反应造成的 多系统炎针综合症的症状包括持续发烧 血管发炎和肾脏或心脏等器官功能不佳 罗杉矶Cedar Sinai医疗中心的儿科传染病专家 墨西阿迪蒂医医生说 儿童还可能会出现 例如眼睛发红、舌头成纤红色 和嘴唇破裂等血管发炎迹象 全美至少有17个州的医院和诊所 正在调查同类型的可疑病例 天下卫视编辑报导